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很多人都在使用 而且你相信我 你只要去使用 你练了 你一定会进步 然后这个同学在练扔球 整体来说动作还可以 但是有一个不好是什么呢 你在练扔球的时候 你的左手不要拿那么多球 每次扔的时候 就拿右手拿一个球 动作标准去扔 你不要每次扔球的时候 很赶时间 是吧 手里面放五个 左右口袋还放五个 那都不好了 你手上不要拿球 右手拿一个 这个全部放地上 捡一个起来 拿着扔 捡一个起来 动作架好 看一下这些动作架 好不好 然后扔 然后再找你的伙伴 把你的扔球动作拍下来 自己看一下 留不留上 顺不顺利 懂不懂 一个一个来 不要着急 你训练你急什么 你手上拿那么多球 让我感觉到 你很赶时间 没有必要 对吧 第二位球友 练的是一个什么 再看一下 是一个固定球路 对吧 往前挑球之后 起来杀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起完挑球之后 有个问题啊 这个球路看上去好像练的还可以 但其实不合理啊 你挑完球之后 去杀别人 这种情况应该不多的 应该是放完网 或者推完球 起来再杀 对不对 我们应该结合比赛 来设计这个我们的 训练固定球路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跳完球之后 对吧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 对方一定会起球给你杀呢 就算你知道 你在练固定球路 对不对 他肯定是挑一个杀一个 但是就算你心里知道 你也不要表现出来啊 你跳完之后 你还是要保持地中心的移动 因为别人还是有可能 打你其他地方的 知道你的搭档肯定在发表 但是你要保持那种比赛的机敏性 打完球之后 就算你知道他在跳球 你也要保持地中心起来 再转身 你要有那种比赛的感觉 你这个往前一跳完 你就站起来了 那人家会不会掉你呢 人家为什么会一定给你杀呢 所有的训练 一定要围绕着实战来进行 这两点要求 我希望你能记住 再来请出下一位学友啊 做了一个步伐训练 兄弟啊 你看一下吧 你的步伐面积太小了 我们在练步伐的时候 为了让自己难受 我们有的时候 恨不得要坐到那个球场之外去 把自己面积坐大坐远 你这个面积这么小 它怎么结合实战呢 那么小 别稍微打远一点 你接不到的 你的训练要比你平时打球 要移动的更多 付出了更多 你训练你就移动这么小 你再打的时候你更难受 这个步伐练的是没有意义的 在练步伐的时候 一定要给自己早点难受 比如说你坐长一点 坐远一点 登上飞杀衣绑杀带 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难受一点 然后再去练 你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 你在场上 你才会更加的自如 你的步伐才会更轻盈 懂不懂 我希望你可以严格的 高要求的要求自己 然后步伐训练怎么练 卫星公众号阳城大神里面 我说了巨多 大概有600多个教学吧 先去看 好吧 请出今天的这个超级球友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小朋友 对吧 动作潇洒 长得也挺可爱 对吧 整对连贯非常顺敞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个但是 以后投稿给我 不要穿拖鞋 穿拖鞋会影响你的登地 转宽的发力 记住啊 不要穿拖鞋 包括你在家里训练的时候 如果你要练挥拍 穿球鞋去挥 这个是为你们好 让你们更有挥拍的感觉 千万不要光脚穿拖鞋 练挥拍 不光没有用 还会影响你 今天的解惑节目就到这里 我手上是把 superyosb 微信小程序 淘宝店铺 胡语言选 399 包线包邮 包手交 带回家 我的微信公众号 羊神大神 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 因为我已经做了三年了 好几百个教学 对热爱羽毛球的你们 一定会有帮助